好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 案例分析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部分给大家留的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是跟孙悟空有关的 就用大五人格来分析一下孙悟空他的一个人格特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大家再想想 就是在我揭开最终答案之前 大家在最后再想一想 就是这五个方面对应的怎么来分析这个孙悟空 好 那么答案揭晓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给大家引用这个例子 除了这个整个咱们大五人格维度之外 还有这个孙悟空他具体在这大五人格对应的一些表现 另外还有在西游记里头对应的那些桥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是高外向性 大家知道孙悟空又叫孙猴子 就是猴子他就一个非常好动 但同样他也是一个非常充满自信乐观 好动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呃 著名桥段就是应该是第15集吧 一个是叫大战红孩二 大家看一下 特别是现在特别流行这么一句话 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吗 就是 这么一个桥段 第二个方面大家看一下是第一情绪稳定性 就是因为他太活不好动了 所以他在情绪这块其实相对来讲应该是不那么稳定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官风避马温这一集 来看一下这个孙猴子的表现 他被那个玉皇大帝给侧翻为必马温 听到自己是整个天宫里头最低的这种官弦之后 他大发雷霆 直接就是打上天庭 大闹天空 所以是从这情绪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是非常低的这么一种情绪稳定性 第三个是高开放性 高开放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他的表现就是敢于挑战一切权威 敢于像一切他自己觉得不满意的这种旧的制度 旧的这种天庭的那种法条发起一种挑战 所以旧著名的一个桥段就是大声闹天空 把整个天空叫的天翻地覆 第四个方面随和性这个方面应该来讲 这是从这个人际关系角度来讲 应该来讲他其实在这个师徒四人里头 他其实是跟每个人都处的不适 特别的这种和谐 比如说他就经常认为这个猪八戒 这样滴着猪八戒脑袋叫呆子 就是呆子经常攻击他 就是派他去寻山 但同时又老攻击他 同样他也觉得就是唐僧 这么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人 竟然通过这个念井库咒这种方式就控制他 所以从早期来讲 他应该也是对这个唐僧并不服气的 这个著名的桥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孙悟空经常攻击猪八戒 这么一个桥段 最后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是高责任心 当然就是不能否认这个孙悟空 他在这一路降妖除魔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历头这种尽心尽责 一路上这个想要除魔尽心保护师傅 这个著名的桥段就是 可以说是西游记 就是唐僧师徒 取经之后 这么一个桥段就是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功德圆满 功满取经回 然后这个孙悟空也被如来佛祖 奉为斗战圣武佛 完成他那个被困五星山之后的一个非常伟大一种攻击 所以咱们从看一下这个大五人格维度 咱们对孙悟空进行这个分析 咱们不说他哪个方面好 哪个方面差 只是说从这五个方面对应的来分析这个孙悟空这种人格特质 当然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像这种高外向性高开放性 跟这个高责任心应该来讲是对孙悟空非常大一种肯定 但是像这个低情绪稳定性跟低持续性 咱不能说孙悟空他不好 他只能说他在这两个维度上来讲 他这个得分相对低一点 所以这就是整个孙悟空用大五人格来进行这种分析 接下来咱们再分析一下这个现代人物乔布斯 当然乔帮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他留下这个庞大这个苹果帝国 至今仍在影响着咱们这个大多数这种年轻人 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咱们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一课也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用大五人格分析一下乔布斯这个人格特质 大家看一下这一部书 乔布斯传 这是沃特写的这个乔布斯传 这是被乔布斯认为就比较能够真切的或全面的反映他的一个性格 包括人生轨迹这么一部书 因为市面上关于乔布斯的这个传记非常多 但是真正能够被他本人认可的就只有这么一部 所以就通过这么一部乔布斯传 咱们也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乔布斯更多的人生的一些方面 所以就咱们结合这个人格特质 结合这个人格维度来对乔布斯进行这个分析 第一个从这个外向性角度来讲 其实乔布斯号称乔帮主 但他这个外向性来讲应该是特别低的 因为他其实从性格这种特征来讲 应该他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害羞非常沉默寡 也这么一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情绪中稳定性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维度 他在非常重要一些场合里头 他经常是痛哭流涕 有痛哭流涕就是特别情绪化这么一种人 第三个方面是高开放性 高开放性 这同样跟那个孙孔一样 他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创新性的一面 他特别不习惯或者不喜欢这种陈旧的 或者是一些旧的一些规律性的一些东西 他对不喜欢创新 他一定要搞出与众不同 与别人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这可以从那个他的这些专利 这些产品 比如说咱们现在用那个苹果电脑 这个滑屏触摸屏 包括他创建那个新的那种商业模式 App Store 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影响 整个IT进程的这么一种发明 所以就是他创新 他这个高开放性给他这个苹果奠定了非常好的一种基础 同样也是苹果 他为什么能够击败三星 包括击败那个微软 诺基亚 成功的一个关键 第四个方面是低随和性 同样就是他应该来讲就是乔布斯在人际关系处理这块也是不太随和的这么一个人 就经常在乔布斯传里头讲就是他一些员工被他经常被他骂的这个体无完肤啊 在他眼里要么就是天才要么你就蠢才 就是非黑即白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苹果里头 基本上说没有不被乔布斯骂过这种人 可见他这个性格的脾气还是比较火爆的 第五个方面就是高责任心 他是有这个专注 责任心特别高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专注做这个苹果产品 所以在他领导下 苹果他构建了一个诺大的一个苹果家族 或者咱们讲叫苹果商业帝国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最开始跟音乐相关的iPod 到这个手机iPhone到这个平板电脑iPad 还有这个咱们说叫那个笔记本电脑 什么iPro 还有这个台式机iMac 就这些苹果家族都是乔布斯在那个他高责任心条件下打造了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苹果一个帝国 苹果一个帝国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总体的方面来分析 咱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乔布斯 其实他在大五人格维度有几个方面 一二三三个方面应该来讲是得分是比较低的 但是他在最关键的这个高开放性跟高责任性这块 他是比较高的 而这苹果产品又恰恰需要这个高开放性跟高责任性 所以就是这两个关键的方面促成了乔布斯的成功 所以咱们也可以讲就是一个人可能在性格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缺陷 但他只要一两个方面 一两个关键的方面有这个巨大的这种潜力 或者是有取得巨大成功 那么这个人他就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就是咱们分析这个乔布斯 那我们这一章都学到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人格 第二个是价值观 第三个是咱们结合这个孙悟空跟乔布斯这个例子 用大五人格进行这种分析 现在大家通过这个分析应该对大五人格 对咱们本章最核心的内容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好咱们这一章讲述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